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国外疫情太严重,我带着五岁的儿子回了国 没想到刚回,国内也流行躺平,我和儿子成肺痒痒了 烧到四十摄氏度,咽口水就像吞刀子 但当我刷到湛蓝女士变阳后,还在那么努力地带货 我咬牙从床上爬了起来 没错,我以前是个十八线,现在是个网红主播 于是我开直播给粉丝们分享生病日常 我拿来空空的药箱,对着拍 大家知道吗,我家里连一颗退烧药都没了 现在就看,我和病毒谁先烧死 买药难,很快就和网友产生了共鸣 大家都在评论区抱怨 我叹了口气,硬熬吧,幸好儿子快好了 突然,我收到一条私信 头像是顶流姜鱼白,地址,给你送药 我愣住,起先以为是骗子 可我都肺痒痒了,应该是别人怕我才对 特别是他顶着姜鱼白的头像 让我鬼使神差地爆出了地址 回过神觉得唐突,想撤回时已经来不及了 心烦意乱,于是我早早下了直播 不久后,门铃响了 当我看到门口站着的男人时 我脑子一片空白 即使他戴着黑口罩,墨镜 但他金贵的气质难以掩藏 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姜鱼白 我没想到,那个头像竟然是本尊 而他真的来了 他的怀里抱着一箱药 见我想关门,便伸出笔直的大长腿砥柱 你疯了,不怕被人看到 他好像丝毫不在意 皮笑肉不笑地说 六年没见,回来了也不请我进去做做 正在这时,五岁的儿子对我说了声 妈咪晚安 我想关门的心就更强烈 绝对不能让姜鱼白发现安安 姜,我压低音量 姜先生,要是被狗仔拍到 我和你有十张嘴都解释不清 请你离开 姜鱼白,啪个球 对门的阿姨突然开门 对着我们一顿喷酒精 小姑娘,你们再不关门 我报警了呀 托阿姨的福,姜鱼白成功进入我家 好在安安进房间睡觉去了 我也松了口气 他把药放下,环视一圈 最后冰冷的眸光落在我脸上 不忘嘲讽我,把我甩了,就过成这样 对,他今天的目的就是来挖苦我的 我知道我当年伤到他了 可我又何尝不是 脑子本来就晕,浑身都难受 我不想和他再纠缠下去了 我走到门口做出请的姿势 我现在很好啊 谢谢姜先生你的药了 我们后会无期 安哥,姜鱼白确实逆起眼睛 朝我走来,三番五次地急着赶人 你在怕什么 我感觉后背都凉出冷汗 蒙吸口气,强忍得可以 够了姜鱼白,都分手六年了 您不会是还忘不了我这个前女友吧 我眼瞧着他的脸,变得比碳还黑 眼神却有些躲闪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就是来看你有没有后悔 离开我 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含糊不清 我永远都记得,当年他被我甩后 红着眼咬着牙,叫我别后悔 咳咳,咳咳,我还是没忍住 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我脑袋缺氧的瞬间 将鱼白冰凉地唇落了下来 还趁我正愣时 用手捧住我的脸,不断加身 口腔内灌入他薄荷般凉爽的气息 急喘得到了缓解 我不由想起,我们恋爱时,我只要感冒了 一咳嗽就很难停下 将一白不忍心看我这么辛苦 就试着,亲我转移注意力 没想到这招屡是不爽 见我好多了,他缓缓放开我 眼里夹杂着我难以读懂的晦涩 不好 一阵强烈的血运感袭来 眼前天旋地转 意识消散前,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叹息 还是我输了 安哥,我醒来已经是第二天 身体舒服多了 我赶紧爬起来,给安安做早饭 当我在厨房里看见那个主舟的男人时 我以为眼花了 退回房间,再次打开门 那道身影已经把白粥端到了餐桌上 好家伙,怎么还没走 他不走我儿子怎么出来吃饭 我单刀直入,顶流应该很忙吧 我这座小庙就不留您了 先看看这个,他把手机扔了过来 屏幕上,景浩将于白自抱羊了 景浩被顶上热搜前三 我还在纳闷,不就是抱羊吗 就看到下面的配图 他手里拿着两条杠的抗圆 还把拖鞋拍了进去 那双拖鞋是我的拖耳朵粉色拖鞋 他穿着马书太小 以至于露出了一大块脚后跟 我手抖着划了几下屏幕 就看到热搜第一和第二分别是 景浩拖鞋女主人是谁 景浩 景浩将于白疑似恋爱 景浩 我人没了 抱歉,你家里没有男士拖鞋 将于白说这句话时 心情似乎挺好 眉尾都扬了起来 他接着说 现在只要我前脚离开你家 你后脚就会被网友扒的底掉 所以还要赶我走吗 无头吗 我气到笑了 行,我让你住个够 一天一万 日节谢谢 叮叮 手机跳出来一条转账信息 他给我转了三十万 该死的咳嗽在这时发作了 见我咳嗽连练 他好像犹豫着要不要过来 耳朵尖都哄了 我伸出耳康手打算阻止他 安安突然从房里冲出来 不许再咬我妈咪 不然我喊警察叔叔了 儿子 酸Q 你妈咪无了 他在我和安安身上来回看了一分钟 才慢慢扯开嘴角 冷笑 他就是你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整个人都紧张到极点 就听到他说还是混血 真行 安安的头发是浅褐色的小卷 眼睛也是琥珀色的 难怪姜鱼白会这样说 可是他似乎忘了一件事 他当年能在一众帅气男性里拔的头丑 多亏了他四分之一的混血血统 褐色小卷发 琥珀色眼瞳 哪样不是随他 嘖嘖 他是忘了自己长啥样了 他不会脑子被烧傻了吧 我刚这么想 安安就扒着我的腿 指着姜鱼白大叫 妈咪 这个叔叔身上在冒烟 我一看还真是 心里突如其来的一紧 手比脑子更快一步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这么烫 我赶紧拿了耳闻枪 给他量体温 可他太高了 一米八八的个头 我得点起脚尖 枪头好几次都对不准 小矮子明明是看我笑话的语气 可还是主动俯下了身 口弦体正的杰出代表 红色 四十摄氏度 我收回耳温枪时 手上一烫 他抓着我问 怎么 关心我 我气了一声 你还是关心下自己吧 马上就能体验 小刀割喉咙 水泥风鼻孔 无麻醉开炉 电钻眼珠子 炸刀割腰子套餐 不屑 说完我快步钻进厕所 用冷水沾了沾发烫的脸 一定是我这烧又冒起来了 由于我家只有两个房间 我本来提议 我和儿子一间 把安安的房间让给他睡 他不肯 非说男女瘦瘦不侵 安安 我才五岁呀 于是将于白喜提沙发一致 男人生病了 是不是都会变得幼稚 这天我在房里开直播 手机屏幕上不停地蹦出微信 傻子 我渴了 傻子 喉咙好痛 说不出话了 傻子 安哥 你瞎了吗 我皱眉 为了不影响工作 我直接把它拉黑了 下一秒 门外就响起了嘶哑的吼声 安哥 你敢拉黑我 评论里还有人好奇 是什么声音 我笑了笑 是我家的鹅在叫 这句话正好被气冲冲过来的 江于白听见 只见他脸更黑了 目光落在我的直播手机上 我心里大叫不好 幸好他只是倚靠在角落里 皮笑肉不笑 你说 江于白挑了挑眉 如果我出现在直播间 好家伙 威胁我 我心不甘情 不愿地主动 把它从黑铃丹里放了出来 我接着直播 去见满屏的弹幕飘了起来 主播 你家的鹅又叫了 你快给他吃饲料吧 主播 让我们看看你家的鹅吧 为了不影响我的直播事业 我得想办法 让江于白快点恢复 快点滚蛋 他胃口不好 我给他煮粥 他冷 我给他灌热水带 他浑身痛 我把药和水 送到他手里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 他嗓子不疼了 腿脚利索了 就是还有点反复高烧 我把退烧药给他 他没接 而是神色复杂地看我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是吗 我把药放在茶几上 想说 照顾金主爸爸 不是应该的吗 你给了三十万 我的服务总能比酒店差吧 我不能说我想你早点滚蛋吧 而我的回答显然不让他满意 他拧了拧眉 吃笑道 你还是没变 这么爱钱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他将我压在沙发上 下颌被他滚烫的手指勾起 你这女人真是让人心寒 那对我这稍不正好 他炙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 无可挑剔的五官逐渐放大 不可以 江鱼白 我别过头去 他停下了动作 该死 他懊恼地抓了抓头发 起身 稍糊涂了 抱歉 呼 我深呼吸一口气 缓了缓要跳出嗓子眼的心 妈咪 你还不过来吗 安安站在房间门口 气呼呼的 我和江鱼白不约儿童地整了整衣服 尴尬地不敢看对方 你忘了今晚要陪我一起看爹地吗 江鱼白的脸沉了下去 安安 美国 江鱼白 长得有我帅吗 安安 我爹地最帅 江鱼白 那他人呢 安安 都说了在美国呀 叔叔好笨 我怕安安再说下去就穿帮了 赶紧拉着他回房间 等我哄完孩子出来 江鱼白也睡着了 他的脸 褪去了少年的青涩 变得更加俊朗 或人 我拿出最后一张降温贴 给他贴上 你为什么 不等等我 江鱼白的一语 吓了我一跳 我本想离开 却还是忍不住听了下去 和别人孩子都生好了 你真的 不要我了吗 梦里他紧皱着眉头 痛苦道 那我站上顶峰 还有什么意思 我让谁后悔去 我让谁 回心转意 我的心硬硬做痛起来 我抹了抹眼角 笑着轻语 苦让我一个人 吃就好了呀 离开我后 你不是才开始甜吗 妈咪 坏叔叔今天好奇怪呀 一会哭一会笑的 我在厨房做饭 安安拉拉我的衣服 他说江鱼白 躲在阳台上抽烟 好像在哭 他就跑上去问他 叔叔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可以叫我爹地帮你哦 江鱼白冷哼 要是没我 你们母子俩都快烧死了 他能帮个求 安安跺脚 我爹地是在拯救世界 不许你这么说 坏叔叔 江鱼白 所以 他捏了捏鼻梁 你爹地是 安安插腰 抄人腰 安安抱怨说自己说完后 坏叔叔就不断重复 安哥 好极了 安哥 真的好极了 手里的碗掉在地上 砸得稀碎 死碗如我的狗命 哟 晚碎了 江鱼白 靠在边上 冷嘲热讽 叫你家超人老公帮忙啊 或 脾气还不小 我蹲下去捡 这种小事何必麻烦他 安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我 妈咪 可以叫爹地来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真的他 我正在犹豫 用什么借口安抚孩子 就听到江鱼白笑了 你当然没有见过真人 他就是个江鱼白 我惊呼 一激动手被瓷片划破了的口子 超人是我给孩子住的一个梦 来转移他五年来对爸爸的思念之情 就差一点 江鱼白就要毁了孩子的信仰 江鱼白危险地咪了咪猛 你觉得谎言对孩子就好 我继续手上的动作 这不用你管 他被我气走了 没一会 他却拿着扫帚过来 把我和安安拎了出去 又塞给我一个窗壳贴 接着自己默默清扫 看着他的身影 我陷入了沉默 他真的是个很好的男朋友啊 我们恋爱时 他把我捧在手心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他总说 要是失去我 你上哪找二十四孝老公去 一语成衬 我失去他后 所有人都成了江九 这件事之后 我和江鱼白陷入了冷战 要放在以前 他忍不过一晚上就得求和 而现在 我偷偷瞄了眼 他正窝在沙发上 和妹子双排呢 唉 想的有点多了 我压下酸液 打开手机上播 绑一大哥刷了个嘉年华 我眼睛都亮了 您是我亲哥呀 大哥瞅得像丢了妹子似的 听我一声亲哥 又刷刷刷三个嘉年华 祸 这钱有点好赚 背后凉嗖嗖的 我转头 果然是江鱼白 想到我的眼神 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 真丑 我瞪了他一眼 用口型说 干你屁事 目光再回到屏幕上 就被眼前的九十九个嘉年华 给闪瞎了眼 直播见诈了 并不是因为礼物 而是送礼物的人 江鱼白给安哥 送出九十九个嘉年华 我我我我靠 我颤抖着指着江鱼白 他却轻松地耸耸肩 小意思 现在能和我说话了吗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我断了直播 朝他披头盖脸一顿吼 江鱼白 你没切号 他一愣低头看了眼 抓了抓头发看我说 打游戏 一时忘了 提到游戏 我更来气 你和妹子玩游戏美了 可把我害惨了 你不是不知道 你的私生犯有多变态 什么妹子 那是宋爷 这家伙最近抽风 用变声器捉弄人呢 你妈 宋爷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所以 像是看穿了我的醋意 他笑了笑说 别担心 我来解决 但我没想到 事情发酵得这么快 江鱼白打赏网红主播 疑似地下链的新闻 让社交平台都瘫痪了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眉头随即皱了起来 这事儿 可能没他想得那么轻巧 他去阳台打了半小时电话 回来后 脸上显得歉意 安哥 我得回去了 等我 江鱼白离开后 我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人士 周飞 江鱼白的经纪人 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六年了 你想再害鱼白一次 我和江鱼白在一起时 他是白烂练习生 我是十八线艺人 我总是拉着他说 我要赚很多很多钱 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他会安静地看着我 眸光涌动 为了这个目标 我玩命的街戏 他都陪着我疯 甚至比我更疯 不再摆烂 而是签下业内最著名的娱乐公司后 疯狂内卷 不到半年就展露头角 可随着他火了 身不由己的事就越来越多 为了代言 他接二连三地因为未溃疡住院 最严重的那次 为穿孔下了病危痛之弹 我守在病房里寸步不离 我想等他醒来就告诉他 别卷了 你不在我还要什么房子 可我却先等来了他的经纪人 周飞一来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 你知道于白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你吗 骇人精 我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 他还在继续说 这几个代言都是为你谈的 因为他知道你想靠自己 所以他说他得先站上顶峰 他才能让你随心所欲地靠自己 我震惊地 看向病床上脸色苍白的男人 他的脸在我眼眶里逐渐模糊 姜于白 你不知道我会心疼的吗 我现在就痛得都不能呼吸了 我回过神时 裙子早湿了一大片 周飞对我却只是冷笑 很感动吧 有人帮你应酬 有人替你挡下所有灰色 让你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小龙套 我秀出了他言语里的暗示 听到我的质问后 他只是从包里拿出了一打照片 甩在我面前 照片上 姜于白被一个气质交好的富婆挽着进入酒店 他面无表情 而富婆喜笑颜开 不用周飞多说什么 那三个字在我脑中炸开 姜于白怎么能背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他走到今天不容易 毁了他却很简单 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做吧 思绪被周飞打断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讨厌 安小姐 见面说吧 她是不知道我喜洋洋了吗 如果飞要见我 就别挂我不客气了 她和我约在一个咖啡厅包厢 为了人道主义 出门时我戴了一个赤具自买的N95口罩 谁知道周飞到后直接嘲笑我 你一个小网红 还怕被人认出来 真是笑死人了 哦 既然如此 我摘下口罩 对着周飞开始咳嗽 她嫌弃地往后靠在沙发椅上 抱胸 安小姐真是好手段 六年前害的于白差点没命 六年后又害的她 竟被些花边新闻缠身 万一她被脱粉回彩 这不是开玩笑的 脱粉回彩这是我知道 有个花心蓝心 脚踩三船对锤 粉丝一夜之间就送她回炉重造去了 可我和姜鱼白这事顶多算个误会 周飞那副眼高于顶的样子 让我忍不住想battle一下 我和姜鱼白的是关你屁事 你哪根葱就插哪个盆去呗 她大概是没料到 我从一颗小白菜长成一颗辣白菜 被我气得脸一会红一会白的 第一战 胜利 周飞压下怒意 撩了把刘海 挑眉 我知道你家在哪 还知道你生了的野孩子 只要我动动手指 那些媒体和私生粉 就能把你家端了信不信 我特忙 在她说野孩子时 我就捏紧了咖啡杯 此刻我想也不想 就对着她脸泼了上去 我家安安是天使 我最讨厌别人伤害她 周飞尖叫 在脸上乱抹一通 送阳套餐达成 我满意地勾了勾唇 那你信不信你敢这么做 姜鱼白就会寸步不离保护我呢 到时你的愿望同样会落空 周经纪人 其实我在赌我对姜鱼白的了解 也在赌周飞对姜鱼白的了解 其实她捏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 而她不敢把姜鱼白拉下水 这也是她今天来找我谈的目的 果然她气焰下去不少 眉头紧锁 第二战 险胜 但周飞尘显然是有备而来 她不仅不慢地从包里拿出照片 姿态和六年前一模一样 还记得这个吧 她折指当年那些照片 如果你不听我的 那我就主动来个鱼死网破 尊严对她来说 和命一样重要 你比我清楚周飞是真狠啊 得不到就毁掉 第三战 完败 接下去 她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则绯闻 以此来把脏水 泼到水性洋花的我身上 把姜鱼白摘干净 时间就定在几天后 我问她为什么是几天后 她倒是不令告诉我 她在等时机 据我和安安遍阳已经一周了 我俩都康复了 为了庆祝回归的味觉 我牵着安安去超市买火锅食材 可刚出小区 一群记者蜂拥了上来 霹雳啪啦一顿问 更过分的是 有人特地对着安安的脸拍 安安被吓哭了 妈咪 我好害怕 我怒了 把安安藏在身后 再拍我们 我就去告你们 侵犯肖像权 还不快滚 那记者却反过来威胁我 告啊 我们语成头条在传媒界的地位 你知道吧 你敢告一个试试 我把你写得要多臭有多臭 我能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 你 我有被气到 哦 我看某些不良媒介 是时候该取缔了 姜玉白不知何时出现的 他高大的身躯 把我们护在身后 声音冷立如刃 姜老师 明星和媒介 可是相辅相成的 我劝您别得罪我们 姜玉白一个眼神也没给他 一手将安安抱起 一手牵着我离开 别跟来 否则后果自负 或许是被他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 那些人果然没有追来 姜玉白把安安放在车后座上 准备去副驾时 一只小手拉住了他的衣服 叔叔 你可以变成我爹地吗 你刚才就好像超人爷 救了我和妈咪 除了安安 在场的三个人 都像被点了穴 特别是姜玉白的助理 嘴巴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率先反应过来 捂住安安的嘴巴 小朋友吓傻了 误会哈 误会 安安 你忘了你爹地在美国 安安却扒开我的手 鼓起腮帮子说 我早知道那是一个电影人物了 但是不想妈咪伤心 所以一直装作不知道 我真的很想要一个爹地吗 我语耶 心里对安安的愧疚更加强烈 但我不能让他们相认 可是 好啊 姜玉白打断我 揉了揉安安的脑袋 不等我反对 又说 这段时间先住我家吧 你们家是绝对不能回去了 住酒店也很容易被狗仔发现 为了安安的安全 我接受了姜玉白的建议 但还是偷偷联系了朋友 让他帮忙找一套偏僻点的房子 毕竟我们不可能常住在这儿 晚上 姜玉白喊我们吃饭 一出房门 我就被扑鼻的牛油味给香晕了 安安拉着我跑过去 妈咪 弟弟准备了你最爱的火锅爷 这刮娃子 怎么张嘴就来 你骂我不要面子的吗 看人姜玉白都被吓傻了 把一大坨瞎滑 直接扔锅里了 他抓了抓耳朵 脸红红的 安哥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的就是火锅 吃到一半 安安问 弟弟 你有老婆吗 姜玉白 没 六年来我一直单身 安安 那你看我妈咪合适吗 姜玉白 当然 安安 那我把妈咪交给你咯 还能买一送一 是不是超划算的 听不下去了 我一把拎起这个臭小子 塞回房间去 妈咪 我还没吃完 你要是再胡说 明天的早饭也别吃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 安安果然不说话了 而是可怜巴巴的望着我 我无视他 拿起油条啃了起来 便说道 童言无忌 昨晚的话 你左耳进右耳出就行 姜玉白文言 俯下身来注视着我 一字一句道 我认真的 安哥 我们已经错过了六年 既然能重逢 就该好好珍惜 你对我也还有感觉不是吗 我只想把安安抚养长大就行了 别的不考虑了 我假装看不到他沉下来的脸色 故意拿起手机刷了起来 雨晨头条一夜之间破产 负责人道歉 以后一定会专注事实报道 不再做伤害他人的虚假新闻 我去 倒了 你做的 姜玉白倾可两声 你觉得一个明星能干倒一家传媒 肯定是他们坏事干多了 得罪了某个权贵 我胡一道 那还真巧 晚上 我准备回房睡觉时 保姆沈亿叫住了我 他拜托我给姜玉白送顿好的冰糖雪梨 不容我拒绝 就说自己忙去了 我只好端去 走到门口 门没关 解约流程都搞定了 那退圈声明赶紧给我发了 我考虑清楚了 发吧 姜玉白要退圈 我想都不想 就冲了进去 你疯了 你努力了多久才有现在的地位 他倒是淡定得很 笑着接过我手里的顿中喝了口 真甜 我一向喜欢把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 没了顶流的头衔 我想追谁就追谁 他的眸光太炙热了 盯了我心怦怦直跳 可你以前为了他 连命都差点没了 他挑眉 我是为了谁 你不知道 他他他 为什么这么知求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周飞不会同意的 他那么看中你 他也痒了 人都烧命糊了 管不了我 这几天我一直在走流程 刚刚小李说都搞定了 我最后发了声明 就能恢复自由身了 我心里震惊 难怪他这几天都没动静 原来是在憋大招 他把手放在我肩上 扶下头无比真挚地说 我会告诉全世界 我要重新追求你 将于白发了声明后 在圈内掀起轩然大波 我第一个躺枪 不仅微博被骂到崩了 某印账号打开 也全是骂声 无法开播 对 终究是我抗下了所有 只不过 我盯着声明中的最后一行字 心计不已 老子不在乎名不明星的 只在乎怎么重新追回初恋 我俩就不劳各位关注 该干嘛干嘛去 将于白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我也想靠近你呀 可似乎带给你的伤害更多些 正在这时 我收到了周飞的消息 他不是羊呢 或是羊颠风吧 环境优雅的西餐厅内 我按照周飞指定的位置落座 烛光晚餐已就位 只是男主角还没到 趁着等人的间隙 我回忆起我与周飞的谈话内容 我 将于白都退圈了 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周飞 他闹得越大 粉丝们就会觉得他被你骗得越惨 他回归轻而易举 我 我配合可以 把那些照片和底片都给我 不然免谈 周飞 安哥你搞清楚 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 想想当年于白为你做的那些 你现在不过是还给他而已 我愤然挂了电话 可恶 我却拿他没辙 江于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来的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那些不清不楚的照片 能瞬间毁了他这些年所有的努力和尊严 还要时不时地被人议论 他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位 他那种天之骄子 怎么能忍受呢 抱歉 我迟到了 一道温柔的声音在脑袋上方响起 我抬头看去 顿时愣住 楚阔 江于白的死对头 他们之前正在抢一个国际代言 只要成为代言人 地位就截然不同了 这一瞬间我明白了 周飞安排这一出 就可以说我是楚阔 故意安排在江于白身边的人 我毁了江于白 楚阔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代言 到时候谁还记得江于白恋爱恼 只会骂我和楚阔狼狈为奸 好家伙 我微微汗手 楚先生这个咖位也需要来相亲 没错 周飞声称这是个相亲局 只要我和男主角共进晚餐就可以了 其他的他会安排 楚阔优雅落作 双眼含笑 不 但我确实因你而来 我疑惑 我这种小网红并不认识您 手机嗡嗡响起 我看了一眼 是江于白的消息 在哪 我回了句 和朋友吃饭 误扰 便把手机禁音 这时楚阔拿起他的手机给我看 安小姐连自己的绑一都认不出了 我错过去看 CK 那账号赫然就是我的绑一大哥 我顿时激动了 我 您 您竟然是我的绑一大哥 我何德何能啊 这什么情况 楚阔笑说 你直接喊我哥就好 他解释 我以前有个妹妹 五岁时走丢了 接下去你 是不是想说 年纪和你一样 长得也一样 不如我认你 做干妹妹如何 突然现身的江于白 似笑非笑地抢了楚阔的话 我真没看出来 楚阔你还有到处认妹妹的爱好呢 楚阔愣了一瞬 眼神转冷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我亲妹妹呢 楚阔 代言我给你了 江于白指了指我 但我的人 你特么给我离人点 我被江于白拉着走了一路 直到上了他的车 我现在就像那个表情包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被周飞卖了还数钱呢 笨蛋 我诧异 江于白知道了 他像是有读心术 拉着我的手说道 周飞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威胁你制造非文 可以把你和楚祸一起拉下水 让我重拾地位 一方面向我告密 说你当年收了一百万 就肯离开我 眼里只有钱没有我 他确实提出了一百万 但我没有收 当时周飞让我考虑清楚时 我查出自己怀孕了 为了生下这个孩子 我选择出国 并且拒绝了他的封口费 这人怎么颠倒黑白呀 江于白挂了一下我的鼻子 一百万和我怎么选 傻子也知道吧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在我的言行逼供下 周飞把威胁你的事都坦白了 傻瓜 那些照片我可以解释的 我看着江于白 心里五味杂陈 他还是知道了 我反握住他的手 谁都有过去 咱们不提了 江于白你没 哎 不是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接听后他瞬间变了脸色 沈亿说 安安不见了 我们和沈亿碰头后 他告诉我们 当我做好饭 想叫安安来吃时 没人应 我又找了整个别墅 都没有 我就找了保安 查看外面的监控 看到很像安安的一个孩子 被两个女人带走了 我心里一紧 不会是人贩子吧 江于白揽住我的肩 给我力量 住在这里的业主 飞富即贵 不太可能是人贩子 我们先报警 我也会动用江家的力量 去找的 在警局做笔录时 警察叔叔问 孩子叫什么名字 出生年月 江于白脱口而出 安安 我看着身旁 比我还着急的男人 眼眶有些热 爱无吉乌 不过如此 我接着补充 那是小明 全灵教安念白 17年3月出生 今年5岁 还没登记完 沈怡就打电话来说 安安被人送回来了 走出警察局后 我像只泻了气的皮球 总算有惊无险 脚一软 在滑下去时 将于白一双有力的双臂 拖住了我 当心 她干脆将我打横抱起 我的头正好靠在她胸口 就听到她说 念白 安哥 你心里也一直有我 真好 我脸红了 害羞地 把头埋进她的胸口 江于白 我们复合吧 安安的是 更让我明白了 要珍惜眼前人 我和她 又有多少个六年 可以浪费 我的话说完 明显感觉到 她身子僵硬了一瞬 她轻轻地 在我额头落下一个吻 余生请多指教 江太太 喂 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 我戳了戳她的脸 江于白怒 怎么 还想让我儿子叫别人爹 我看谁敢和江氏叫板 他应该是从 安安的出生时间推断出 孩子是我和他在一起时 就有了的 他就是安安的亲爹 不过 江氏 首富江家的江氏 我瞇了瞇一眼 好啊 你这个超级超级大骗子 江于白解释说 当时他和父母在工作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他爸把他赶到自家的一个子公司做练习生 以为他挨不了多久 就会低头认错 那时候我出现了 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人 原来可以这么努力 他渐渐被我感染 和我一起做拼命三郎 而他爸也最终对他改观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主要是怕你一生气 就会拒绝我 难怪他那么不在乎什么顶流 难怪他可以一夜之间让那家媒体消失 藏得够深的 我见到安安的一瞬间 就朝他扑了过去 你个臭小子 吓坏妈咪了 安安低头认错 sorry妈咪 我看见一只小狗狗好可爱 就追了出去 但是这个地方太大了 我就走丢了 沈怡接着说 送安安回来的人说 他的主人发现了迷路的安安 但安安不记得家里的门牌号 他们就带回了家里 在多方打听 才得知了门牌号 孩子吃完晚饭 就立刻把孩子送回来了 我深吐一口气 真是一件好人了 有机会必须登门道谢 安安点头 漂亮奶奶邀请我再去做客哦 她家的菜我全都爱吃 姜鱼白蹲下身 怎么 爹地家的菜不好吃 她还特意加重了爹地二字 谁知道安安趴地捂住她的嘴 妈咪不喜欢我叫你爹地 叔叔你会害得安安没有早饭吃 姜鱼白转头瞪我 教育失败 今晚来我房里取取经 本来在憋笑的我 瞬间笑不出了 安安 姜叔叔真的是你爹地 他也会像妈咪一样永远爱你 安安眨巴眨巴眼睛看看我 又看看姜鱼白 他惊喜地跳到姜鱼白身上 在他脸上巴唧了一下 安安又爹地了 然后他在姜鱼白耳边说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爹地 不会是那个吧 安安跑去拿了 姜鱼白用尖对了对我 炫耀说 我家的皮夹克一点也不漏风 我冷笑 待会你就笑不出了 当姜鱼白手里捏着安安的礼物 超人的演出符 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抗拒 可安安眨着心心眼 双手合十 拜托拜托 姜鱼白拜 真不愧是颜值超高的顶流 就算他把红苦茶外穿 也还是那么帅 他正被兴奋的安安摆弄着各种超人pose 生无可恋地喊 我的皮夹克给我刮龙卷风 老婆 我自己做了点精致小点心 买了点水果 牵着安安去好心人家里登门道谢 姜鱼白因为有事就没去 阿姨领着我们进门 没一会 女主人就来了 还没看见脸 那股优雅卓绝的气质 就已经令人咋舌 漂亮奶奶 安安扑过去 安安 怎么这么没规矩 这孩子永远这么射牛 当我看见她的脸时 我瞬间实话 她正是六年前出现在照片里的那个富婆 我的心里五味杂沉 她和姜鱼白 安安来了呀 妹子也来了 快坐 别客气 富婆爽朗地摆摆手 妹 妹子 她见我呆滞的样子 笑道 我看妹子第一眼 就觉得特合演员 不如你认我做干姐姐如何 这样安安就成我可爱的干儿子咯 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开局 妈 你搞什么 这可是你儿媳妇和大孙子 我扭头就看见姜鱼白插着兜 朝我们走来 富婆 是姜阿姨笑了起来 我看安哥太拘谨了 逗逗她 安安和姜阿姨在屋里玩 姜鱼白把我带到了屋外 她低头看我 声音轻烈 当时我和我爸闹得很僵 我妈想见我 又不敢让我爸知道 就约我在酒店聊聊天 没想到被周飞拍到 还大做文章 该死 听完后 我像知安唇一样 缩住了脑袋 没人比我更蠢了吧 就这 被人耍了六年 但姜鱼白轻柔地 抬起我的头 在我唇上 盖上长达五分钟的 专属印章 谁敢说你蠢 老公帮你揍他 姜鱼白退圈后 公开了他将是总裁的身份 在商场上雷厉风行 而我也不再做网红 而是培养我的儿子做同模 我当经纪人 毕竟安安那么好看的一张脸 不发挥一下 太可惜了 周飞被姜鱼白全面封杀 逼得他只能去尼罗河拍视频谋生 他吃的是水煮菜叶和玉米稀饭 睡的是草席 他们每个视频结尾都会说 姜总 姜太太 饶了我吧 再过这样的日子 我生不如死啊 这天 姜鱼白安排了一场 盛大的求婚 花海 气球 水晶 梦幻王国 安哥 你愿意让我保护你一辈子吗 我在众人瞩目中 感动地点头 安安拿着戒指递来 姜鱼白正要给我戴上 一抹奇长的身影将我拉开 要娶我妹妹 问过大舅哥了吗 没错 楚阔就是我哥 后来他再次找到了我 还给我看了小时候的照片 我才知道我是被养父母收养的 楚阔说他偶然在某音上刷到我直播 觉得很像他妹妹 他就一直关注我给我打赏 直到他请私家侦探调查 最终确认了我的身份 有哥哥撑腰的感觉真不错呀 姜鱼白能屈能伸 哥 罗生生是我表妹 要不我帮你撮合撮合 楚阔可两嗓子 带吧 姜鱼白吸着脸皮给我戴上不灵不灵的钻戒 见我疑惑 他凑到我耳边给我科普 某音上 他除了关注 你就只关注了罗生生 我还猜不出来吗 这两个人 一个卖表妹 一个卖亲妹 真不愧进一家门 都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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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今晚点